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大批的民众聚集 但却接连发生了两起的爆炸案件 造成至少95人丧命超过200人受伤 那伊朗现在认定说幕后的黑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伊朗总统也喊话绝对会复仇 今年活动进行到一半突然 不远处突然传出爆炸声 一阵巨响民众尖叫窜逃 就怕会受到袭击 但不久后再度传出爆炸声 让群众更加惊慌 接着救护车就赶抵现场 连续两次爆炸 有人因此丧命 原来就是一起恐怖攻击 被炸弹袭击的当下场面混乱 3号伊朗发生两起连环爆炸 实际和地点都非常敏感 就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墓地附近 当时正在举行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活动 才开始20分钟就遭到恐攻 伊朗总统强烈谴责袭击 当地消息指出 歹徒将两个装有炸弹的袋子放到现场 疑似是透过遥控的方式来引爆 两次爆炸只见隔10分钟 看看事发前 空拍机拍下当时有大批民众聚集 要参加纪念活动 这一炸酿成严重伤亡 一开始统计有103个人死亡 伊朗卫生部长宣布下修至95个人 另外有211人受伤 这起恐攻以色列和美国 被指控是幕后指使者 美国时刻否认 不过这起爆炸案 最怕又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导火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快要农历新年了 大家玩烟火要特别注意 中国大陆这边有民众在街头玩仙女棒 结果眼前的人孔盖 却突然的起火爆炸 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什么 那还有歧视 竟然边骑边向旁人丢职烟火 导致其他人摔车 河南郑州 几名女子拿着仙女棒在玩 没想到下一秒 人孔盖突然爆开 喷出了数公尺高的火花 大家都在跨年放烟花纹 有听喷了一声 下水到盖子就被顶出老远 火是从下水到盖上来的 幸好当时大家闪得快 现场没人受伤 广东汕头则出现了两名未成年的骑士 边骑电动车边抛烟火 导致右边的骑士被烟火击中 当场雷残 两名的肇事者则继续入无其事 边骑边抛射烟火 最后汕头的警方抓到两人给予行政处罚 喜欢钓鱼的民众注意了 大陆这一名钓客 因为手持过长的钓杆移动 误触了电线杆当场一命无辜 其实这类的案件经常发生 河南州口市钓客同样持过长的钓杆 误触电线杆瞬间被电击倒地 幸好碳速钓杆立刻断裂 人虽然受伤还保住生命 或者钓客临时换池塘 却懒得收肝 持长长的钓杆转移池塘 过程中遭受电击 死者家属当下就把经营池塘的农庄 和高压电线所属的供电公司起诉 提醒钓客站立或移动务必先受钓杆 TVB新闻郑胜伟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这些意外都可以避免的 不过我们来看 在前几天日航跟海宝机的撞击意外 最关键的四分钟航管通联的记录 现在曝光了 内容证实航管其实并没有准许海宝机起飞 当下其实指挥海宝机在旁边的跑道等待 让日航先降落 那现在就要追查为何海宝机会提前进入跑道 日发联手追查日航516为何会撞到海宝机 日方公布关键的四分钟航管通联记录 正式没有准许海宝机进入跑道 塔台要海宝机待在等待位置 海宝机却提前入行跑道 时间点也是关键 若是当时在日航降落的 决定高度之前 海宝机还没有完全转入跑道 日航驾驶可能就没有看见异状 若是在决定高度之后 海宝机才进入跑道 日航就算看到了 也来不及再重飞 此外日航客机上也确认有 14名香港旅客跟12名澳洲公民 大陆跟澳洲都说愿意提供协助 不过事发的雨田机场 只剩三条跑道运作 日本国内200航班取消 2万人受到影响 包括纳霸与东京之间的航班 周三至少取消了9班 纳霸机场旅客大排长龙 等待退换票或是候补机位 适逢新年过完收价 行程全被意外打乱 这次奇迹的是 起火的日航班机 从飞机着地到乘客全员疏散 总共话是18分钟 而且将近400人 是全部平安逃脱 这些都要归功空服员的训练有素 所以外媒也盛赞说 这次的奇迹 根本是教科书籍的完美书三 这段安全影片 可能就是拯救 日本航空机上 379人的主要原因 起飞前必看的宣导片 从紧急出口位置到滑梯撤离 详细讲一遍 果然将近400人 就在机组员冷静指挥下 按照指示 把握黄金90秒 全数逃生 90秒 你讲的是国际纪念 你必须能够逃脱 在90秒 和半个离开 虽然是演练无数次的国际标准 但其实不容易达成 2013年 韩亚航跑道坠毁 就因为乘客想拿行李 耽误时间 造成两人死亡 而90秒内 机组员第一时间判断开 哪道门 也是救命关键 机组员表现杰出 包括纽约时报和卫报 都用奇迹来形容 还说这是教科书等级的完美疏散 新华社记者也在微博评论 日本地震伤亡低 和飞机全员撤离 接连创造两个奇迹 12位机组员的专业 和367名乘客听话配合 才让大家在空难中 看见难得的好消息 地区别新闻综合报导 但是日本最近不平静 除了撞击事件还有地震之外 日本福岗北九州市 在周三下午的三点多 也发生了火警 这起火地点是在有超过400年历史的观光商店街 余丁营天街 那根据NHK的报道指出 疑似是一家餐饮店发生了火灾 而火势蔓延到临近的建筑 大火燃烧火焰不断吞噬 整个街区陷入火海中 消防队布满水线紧急洒水灌旧 尽管不断朝着起火点喷洒水处 但火势实在太大难以控制 只见红色火光烧出浓浓黑色烟户 3号下午3点11分左右 日本福岗北九州市 小仓北区的商店街 余丁营天街 在JR小仓站以南约300公尺处 发生火灾 根据目击民众指出 一到现场就听到了三次爆炸声响 爆裂声不断传出来 结果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NHK报道指出 初步研判火势是从 余丁营天街的一间鸟丁食堂街 餐饮店窜出来 火势已经蔓延到附近的建筑 起火当下这间餐饮店 还有数十位客人 索性全员逃出 没有人受伤 而余丁营天街在1951年 就已经成立 更是日本第一条拱廊商店街 是相当古老的市场 也是观光圣地 在2023年也曾发生 两起重大火灾 只是日本纪念 雷三天发生地震 飞机意外 又有这起较大规模的火警 天灾人祸 也让国际媒体更加关注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日本在新的一年 状况真的很多 还有另外一起状况 是东京JR的山手县 三号晚间传出了 随机攻击的案件 一名女乘客在车厢之内 亮出菜刀灰砍 四人受伤送医 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那列车紧急停靠 秋夜园站 警方也进入车厢 逮捕了这名女嫌犯 大批警察进到车厢 围捕身穿大衣的女子 搭车民众躲得远远的 完全不敢靠近 就怕受到波及 当地周三晚间 十点多东京JR山手县 秋夜园站 发生随机伤害案 当时列车正在行驶 这名女子在车厢内突然拿出一把菜刀 攻击其他乘客 事发之后列车紧急停靠 秋夜园站 月台被拉起封锁线 许多乘客在月台上得待警方处理 不敢轻举妄动 有目击民众表示 第一时间看见有人流血 还有人直接在月台倒下 情况相当危急 信号警方第一时间就赶到 根据东京警示厅的这个说法 他们是表示 这四名受伤的男性 其中有三人是重伤 他们分别是左侧腹 以及背部重刀 而他们都目前都已经送到医院 不过还好 目前生命上面是没有大碍的 这次事件 一共四个人受伤 被送往临近医院治疗 幸好意识都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有三个人伤势较重 背部和胸部都被刺伤 为何会没理由 在车厢内拿出力气来伤人 目前警方还在厘清当中 不过2021年才有人穿上小丑装 在小田及列车上随机伤人 这回女嫌犯 也被当地民众形容是女小丑 而这起随机伤人案 造成山手县外线一度停驶 不只是交通受阻 也让东京居民惶恐不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现在 民众对社群网络的信任度 是不断降低 但社群网站 还是大部分民众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社群媒体 是正在面对全新的转变 还有包含选战 以及AI造成的假新闻冲击 各种AI网站爆红 还有串流平台吸眼球 但民众最常使用的十大网站 几乎清一色是社群网站 不过同样是社群媒体改变的速度 却跟整个世界的科技趋势一样快 我认为社群媒体改变了很多 从最终的购买在Twitter现在X 你已经看到了真正的 选择在用选择 你已经看到了帖帖 这实际上的新的生命 进了Facebook的计划 在Instagram 你已经看到了 真正的市场的质量 进了一些 Twitter的偶像 或者Twitter的 replicas 所以我认为 这种肯定是 这种肯定的 这种肯定是 我认为 我认为 在一年之间 我们将会谈到 这些社群网站出的 可能是 大型社群媒体 几乎掌握整个市场 小型社群网站 想力求生存 要绞尽脑汁 想到立足点 就是瞄准 大型社群平台 包括数据滥用等缺点 做出调整 但对专家来说 最需要调整的 还是社群网站 充斥大量假新闻 违法广告等等 严重问题 根据美国媒体调查 即时代对社群网站的 信任度 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觉得脸书 不值得信赖 就连年轻人 最爱用的Instagram 不信任度 也达到四成 欧盟推出数位服务法 希望利用高额罚款 来改变乱象 但对网络业者来说 高额罚款除了增加成本 就怕变成带着 讲聊跳舞的社群平台 我真的认为自由 我认为社群网站 应该是一处 为有意义的关系 最重要是找到 真实的资料 所以我并不喜欢 社群网站 能够用作为 判断议论 我确实不喜欢 社群网站 应该是一个责任 社群网站 应该是一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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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终的方向 但由于明年 进入选举年 包括美国台湾 在内不少国家 都将展开大选 社群网络将面对 大量假新闻来袭 尤其AI创造出 极可乱争的内容 将再度冲击 社群平台的信任度 还有影响力 GVA新闻 综合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要带你 掌握美国的最新动态 我们头条要来看到 是2024美国大选 拜登跟川普都大打悲情牌 华盛顿邮报就分析 美国普遍现在呈现的是 悲观主义 弥漫着不安的氛围 11月大选 不管由谁胜出 全国有一半的民众 都深信 国家已经完蛋 美国价值 将要毁于一旦 另外看到是 川普遭到多个州 禁止参选 大选的初选之后 引爆了紧张的情绪 一名男子闯入 科州最高法院大楼 用枪指着一名警卫 向大楼内开枪 男子随后 遭到逮捕 信号没有人伤亡 另外前纽约市长 也就是川普的 前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 因诽谤 乔州两名选务人员 必须赔偿 一亿四千八百万元 朱利安尼 随即是申请破产保护 并呼吁支持者 订阅她的Podcast 来筹钱 那2024第一个 禁球大奖的彩券 由密西根州的 一家超市售出 名列禁球史上第五高 幸运儿独中 八亿四千两百万的 头彩奖金 如果选择一次领完 可以拿到 四亿两千五百二十万的现金 好 最后我们来看 由于成本上涨 所以餐厅收费的 名目也推成初心 消费者在享受 无限畅饮的早午餐时 如果造成脏乱会被餐厅收取 呕吐费 那为了防止顾客跟同伴 分享主菜 也有餐厅把餐点缩水了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提供 全球第一线间 线上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 翁吕中教授 教授好 伊伦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授我们要问 已故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 苏雷曼尼的坟墓附近 发生了连环爆炸的案件 而且造成是至少103人丧身 伊朗政府也谴责说 这是恐怖的攻击 甚至还把幕后的黑手 归咎于美国跟以色列 那我们现在知道 中东已经算是蛮不平静了 那教授 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憧憬呢 是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不幸的恐怖攻击事件 当然对中东局势 会带来更严重的一个变数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说苏雷曼尼 苏雷曼尼在伊朗人民的心中 他是民族英雄的地位的存在 这一点可以从 他在遇刺身亡四周年之后 仍然有纪念活动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次的纪念活动 又遭受到了攻击 当然会让伊朗的民情 是非常的高昂的 激昂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伊朗总统 这个莱西呢 基本上当下就已经取消了 他的国事访问 本来是要到土耳其进行外交访问 另外伊朗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也在社群网站上面 直接剑指美国 认为美方如果没有在背后参与 这是一个非常 就不太可能不是美方参与 简单来说 现在伊朗整个 不管从民间到政府 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 是极度非常高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算美方否认 就算美国不管是官方 或者是媒体 都在说 这个恐怖分 都在谴责恐怖攻击 可是对于伊朗来说呢 恐怕很难相信 跟美国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当然这也反映出来到 目前为止 从10月7号 尾巴冲突发生之后 世界各国 尤其是外国媒体 都一直在传言 在哈马斯的背后 最大的支持者伊朗 是不是有积极的 在介入这场尾巴冲突 尤其是透过在黎巴嫩 在叙利亚的真主党 以及在红海的 夜门的胡塞组织 持续的在让以色列进行 对以色列在对尾巴冲突 造成一些影响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也就导致了 很多的这个矛头的 都指向伊朗 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一个 对伊朗的恐怖攻击 那当然这个 这样的一个局势的演变 导致的是中东的 中东的情况 恐怕更加的难以预测 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反感度 是大幅的提升 这种状况之下 伊朗会不会采取 更激烈的军事的行动 或者是全面性的攻击 当然还有待观察 不过可以预期的是 未来像这样子 就算没有全面开战 但是伊朗跟美国之间 以及伊朗支持的各种 所谓的民兵组织 在中东地区 恐怕采取的这种反抗的行动 或者是恐怖攻击的事件 恐怕会越演越烈 那当然这种小型的恐怖攻击 小规模的伤亡人数 较少的这种攻击行动 会不会引发更全面的战争 这是我们最担心 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恐怖攻击事件 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那当然中东局势的不稳定 也会造成全球政治局势 政治经济局势都会更加的混乱 好确实我们也看到 以色列政府现在追杀策划 10月7号突袭杀害平民的哈马斯成员 他们是以无人机轰炸 击毙了哈马斯的资深领袖 艾鲁里 艾鲁里是哈马斯组织内的二号人物 但是以色列现在政府是否认有暗杀 以他的冲突 这样看起来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呢 教授您的分析如何 是的 我们刚才谈完伊朗 事实上我们就在 就像我们所说的 以巴冲突发生之后 10月7号之后 当然美国西方国家 都在强烈的避免全面性的攻击 或者是全面性的战争开打 但是不可否认的 为了避免全面性的战争开打 但是同时又要达到某种 所谓的恐吓 甚至是反制的手段 这种暗杀 或者是小规模的攻击事件 其实在中东地区的各地 都在发生当中 那以现在最新的消息 当然我们刚才谈到 伊朗遭受到恐怖攻击 事实上以色列也在近期 传出很多跟以色列 华裔跟以色列有关的 暗杀行动 尤其是针对侦赌长 以及所谓的哈马斯的领导 领导阶层 不仅仅是在加萨地区 甚至是在周边的 像是黎巴嫩 像是叙利亚 像是在整个燕门地区 基本上对于以色列 透过特务分子 或者以色列 透过他的情报布线 在其他的国家 在周边的国家 对哈马斯 以及对于以色列的 敌对的武装组织 进行追踪 或者是暗杀 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而最新发展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消息 在黎巴嫩 基本上就是 针对哈马斯而来 他们刺杀了 所谓的第二大的 第二 这个第二头领的 第二号的重要人物 当然以色列政府是否认 可是根据 美国媒体的报道 尤其是像是纽约时报 他们就有特别报道 在事件发生之前 以色列官方并没有提出 任何没有先行的 告知美国政府 但是在爆炸事件 发生的当下 事实上以色列官方 有通报美国 这一点从外国媒体的 报道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跟以色列 有直接的关系 是不是由政府主导 那当然就多了一层怀疑 或者是多了一些考量 但不论如何 像这样的暗杀事件 如同我们所说的 为了要避免 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这种暗杀事件 或者是小规模的攻击 会持续在出现 这种持续的出现 会不会在之后 造成更大规模 或者是更全面的战争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 不管是伊朗 会不会采取反制的行动 或者是以色列 会不会持续的进行 这样的刺杀 或者是以色列 会不会持续的来规划 类似的活动 类似的行动 都是我们要观察的 我们只能说 现在的中东局势 是相当的不稳定 当然美国 以及西方国家 如何来采取因应措施 我们从 看起来 我们从军事部署 也在加紧马力 或者是加码 来部署中东地区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目前看起来 中东的局势 恐怕是 2024年开年 各国可能会 特别放重点的 紧张区域 确实也跟中东有关 因为我们看到 卡达的乌带的空军基地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规模最大的军事注点 现在有消息人士说 美国跟卡达 已经完成协议 军事基地部署 将要续约10年 卡达说是美国 在中东蛮重要的盟友 卡达在这次 以哈冲突当中 扮演的角色 又是什么呢 教授 其实卡达在中东地区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最近这几年 他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们先从乌带德空军基地 来说 乌带德空军基地 根据媒体的报道 是又跟美国签了 连长10年的这个合约 乌带德空军基地 已经变成美国 已经是现在 美国在中东地区 所谓的美国中央军团 在中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他所负担的任务 是非常的繁重的 整个中东地区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以巴冲突以来 事实上基本上 所有的空军的训练 跟空军的人员 都是来自于乌带德基地 这个基地在卡达的首府 这个杜哈的附近 那当然他这个基地的范围呢 可以容纳超过 一万名的这个军事官兵 某种程度来说 他扮演的角色 在军事的物资上面 或者军事训练上面 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最近这几年 可是卡达其实这个国家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尤其在中东冲突 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他不止在军事上面 给了美国很多的援助 在外交上面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卡达扮演了斡旋的角色 因为卡达 他自己跟周边国家的关系 相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可能形象比较鲜明 对于很多反美的国家来说 可能不愿意跟美国 直接打交道 可是卡达不一样 卡达在中东地区 他一向跟其他的国家 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 包括在加萨走廊地区的冲突 卡达可以聚中斡旋 来协调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 以及美国来进行所谓的谈判 释放人质 事实上包括了沃尔战争 或者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 卡达也都扮演了外交斡旋的角色 在军事上面 我们也刚刚提到了 乌戴德空军基地的重要性 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强调 事实上在卡达国内 对于美国的好感度 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 好像卡达政府 一直都协助美国扮演调停的角色 卡达国家整个国家的国民 就对美国是抱着高度的好感 正是因为卡达 其实他在宗教的立场 以及在政治立场上面 跟美国并不是完全的相近 因此卡达政府 在支持乌戴德空军基地 或者在支持美国的时候 事实上他在国内 是相对低调的 来做这样的事情 甚至是乌戴德空军基地的延长合约 在卡达事实上也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小心翼翼的来处理这个话题 因为他知道卡达的国民 其实对于美国并不是全然的 全然的有好感 当然这也反映出来 事实上美国现在 虽然在民主国家 民主盟国阵营当中 有高度的支持 或者是都站在 很多国家愿意站在美国的身后 可是在中东地区 甚至在非洲地区 对于美国的评价 其实是蛮两极的 因此非常需要像卡达 这样的国家居舰斡旋 而卡达他自己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何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国际的和平 其实需要各种不同的国家 都要介入来参与 美国透过卡达 在中东地区居间协调 所以我们说卡达的 不只是在军事上面 看到乌戴德基地的 延长合约很重要 其实更多的部分 更重要的部分 其实是在卡达的 外交斡旋的角色 未来是不是能够 在中东地区达成和平 恐怕要靠卡达 以及其他愿意扮演调定角色的国家 多尽一分努力 恐怕和平才有可能出现曙光了 好我们还要来关注到的就是 英国皇家海军在上个月宣布 将向乌军来提供两艘扫雷舰 但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却表示说 扫雷舰是不被允许通过土耳其海峡 进入黑海 因为违反了是蒙特勒公约 其实我们大家对蒙特勒公约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要请教教授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制度 是的 蒙特勒公约首先我们说 这个公约其实在1936年7月所签订的 当时在中东地区的10个国家 一起来签订这个公约 其实这个公约所限制的 或者是所制定的所谓的规范范围 最主要就是在土耳其 根据土耳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欧洲的地图 尤其是土耳其的地图就会发现 土耳其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战略地位 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蒙特勒公约 蒙特勒公约他所限制的是 博斯图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 他的这个行驶权 这两个海峡分别连接的是地中海以及黑海 也就是因为土耳其他自己本身就控制了这两个海峡 导致了如果任何的国家从黑海想要出到地中海 都必须要透过土耳其通过土耳其所控制的这两个海峡 因此世界各国就跟土耳其来斡旋 希望土耳其能够答应世界各国在通行上面 可以给予方便 那土耳其也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有设定了一些条件 透过蒙特勒公约在1936年所签订的这个协定 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土耳其不会介入太多的航行权 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 可是当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战事 发生了战乱 土耳其就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谁可以通过 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冲突时期 军事船只不得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以及博斯图鲁斯海峡 这个就是蒙特勒公约所限制的 也就是蒙特勒公约所赋予土耳其政府的一个权利 那其实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 土耳其在蒙特勒公约的执行上面 就采取了非常谨正的态度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英国政府所给想要帮用扫雷舰的方式 来协助乌克兰 事实上在2022年 土耳其也对俄罗斯使用了蒙特勒公约 限制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从黑海通过博斯图鲁斯海峡 进入到地中海 当时土耳其也是限制了黑海舰队通行 因此土耳其想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的 不要让自己介入太多 利用蒙特勒公约来传达一个公平性 如果他当时限制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出博斯图鲁斯海峡 那么现在他对英国扫雷舰 要通过利用这个土耳其进入到黑海 当然也就提出了相对应的限制 其实某种程度反映的是 土耳其是尽可能的 让自己不要介入到更深层的冲突当中 尽量的保持公平 但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必须说 土耳其当然也利用蒙特勒公约的这种条件 来拉抬自己在国际谈判当中的一个筹码 让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变得更加的重要 当然对于土耳其来说 这是比较符合国家利益的部分 至于西方国家 是不是能够跟土耳其来斡旋谈判 让土耳其能够在蒙特勒公约当中 来做出一些松绑 让西方国家的援助 可以比较多的进入到黑海 比较多的来进入到这个区域 对乌克兰进行协助 那就考验着西方国家 跟土耳其之间要如何协调了 同样的 土耳其也有可能向俄罗斯来进行谈判 得到取得更符合土耳其利益的条件 我们看其实世界各国 在国际的混乱局势当中 怎么样透过各种手上有的资源 或者是以前签订的条约 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 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国际和平 可是也别忘了在混乱当中 很多国家确实也在从利益出发 看看怎么样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不过土耳其也占据一个 非常优越的一个地理位置 尾巴冲突发生以来 美国校园反犹太的情势是高涨 去年宾夕法尼亚的大学校长下台 那哈佛首位非议的校长 盖伊也宣布辞职 尽管盖伊是获得了700多名的 哈佛教职员联署力挺 但却仍然抵不过外界的压力 教授您认为 这美国校园反犹太的风波 现在还会持续的扩大吗 是的 美国校园反犹太的风波 恐怕短期之内还会持续的延烧 当然这比较像是闷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去年年底在11月份 进行了一份全国的调查 73%的美国大学生 事实上他们在校园当中 有感受到犹太社群 承受到一些压力 所谓的反犹太的压力 由此可知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之内 确实有这种言论 或者有这种气氛存在 因为这种气氛呢 是基于所谓的尾巴冲突之后 而不断的膨胀 也不断的燃烧 不断的在上升当中 因此 所有的美国的大学校园呢 都必须要特别谨慎 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 从去年年底 国会听证会上 三个非常知名的 长春藤大学的校长 在面对美国国会议员的 这个公听会当中 所做出来的反应 不被美国民众所接受 不被美国的社会大众所接受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三位大学校长 都比较站在 希望校园当中 能够保持言论自由 可是忽视了 美国的保守派势力 其实非常担心 大学校园当中的言论自由 过分的自由 过分的没有被管制 导致言论变成了行动 当时哈佛大学校长的回应 基本上传递的讯号是 在校园当中的言论 只要没有变成行动 没有变成真正伤害人的行动 都应该受到保护 可是这样的论述呢 事实上在家长的眼中 或者在保守派的耳中呢 其实听起来就非常的刺耳 他们觉得 大学校园应该更加的主动的 来进行对学生的保护 虽然要保护言论自由 可是对于学生的人身安全 也应该做出 未雨绸缪的一些防范 事后 当然从工厅会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的各大学校园 基本上都发出了各种的声明 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 这三位大学的校长呢 其实事后也发出了一些声明 来稍微的希望可以平息 大家对他们言论的一些批评 跟指教 可是很明显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 在美国校园当中 或者是保守派当 这个阵营当中 所发酵的声音是 希望美国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园当中 可以扮演更重要的 领头羊角色 在所谓的反犹太势力里面呢 扮演着 做出设定下一些规范 这也导致了 哈佛大学校长 以及宾州大学校长 被迫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今天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也被迫辞职了 当然了 哈佛大学校长自己本身 也确确实实有一些 自己在学术伦理上面的争议 这也导致了 本来哈佛大学校董会 是希望能够坚持 哈佛大学的独立性 可是在舆论的压力 以及在所谓他自己的 学术伦理的这些争议之下 哈佛大学校长 被无奈的辞职 当然就回到 我们一开始的问题 美国大学校园当中 反犹太的声音 或者反犹太的情况 会不会越演越练 其实只要尾巴冲突 仍然持续在进行当中 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是这种反犹太的气氛 恐怕反犹太 以及反反犹太的气氛 恐怕在美国的大学校园 还会延烧一阵子 再加上美国2024的大选 其实即将登场 在这种大选的氛围之下 是不是有政治的势力 或者是政治的 选举的选战的 这种影响力 加诸在大学校园当中 让所谓的犹太 跟反犹太势力的冲突 越演越烈 这一点也是一个 不安定的因素 值得后续来观察 好 看来全球 在2024年的挑战 蛮多的 谢谢教授 带我们分析 国际的最新情势 谢谢 接着我们把镜头 转到南韩来看 最新的调查指出 外食的餐饮物价 比一年前上涨了4.8% 而且民调显示 在手头紧的情况之下 很多南韩人 最先减少的就是餐饮支出 甚至讲求消费要有更高的效率 我们来看TVB新闻合作伙伴 韩联社的报道 2024年的南韩消费趋势 强调高效率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 极度追求高效率用时间的人 正在增加 16部작 드라마보단 유튜브 요약본을 선호하고 재생速度 1.5배속은 기본입니다 직장에서 휴가를 쓸 때도 반차 반반차 등 필요한 만큼 쪼개 쓰는 것도 흔해졌습니다 分秒病争的时代 任何产业 只要会浪费消费者的时间 就很难在市场上生存 消费趋势专家分析 现在的南韩消费者 不容易取悦 在买东西的时候 不会只因为便宜就买单 在设计产品时 不妨利用AI人工智慧辅助 让产品企划和生产更顺利 如何运用AI 也有小技巧 这是所有人 都必须熟悉与AI对话的时代 但是人类人要思考 如何超越服务和产品的局限 运用创意 创新发想 尤其正时通货膨胀 生活物价居高不下 要消费者甘愿打开钱包消费 需要多费点心思 最近首尔有一场博览会 聚集全南韩两万名餐厅业者 经济不景气要寻找新年突破点 专家建议餐饮业关注个人化的消费两极化 所谓饮食两极化依据目的区分 例如消费者的目的是填饱肚子 就会以最少时间和最便宜的价格解决一餐 相反的如果用餐目的是炫耀 或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共度时光 就会毫不吝啬地投入时间和金钱 无论多远都会去也愿意排队 南韩最新调查指出 外食餐饮价格比一年前上涨了4.8% 南韩统计厅今年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 在民众手头紧的情况下 许多人最先减少残饮支出 另一份针对2024年国民消费支出计划调查也指出 有52.3%的受访者明年消费支出将比今年减少 南韩民间消费大幅放缓 预计明年这种趋势也很难改善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还要对观众朋友掌握最新消息 台湾时间今天下午3点 是日本石川强震之后黄金72小时的时间 但是目前仍然有51人是下落不明 那最新的情况我们交给人在石川金泽的 国际组资深记者郭展玉说明 TVBS的采访团队 我们现在是来到日本石川县的金泽 我们现在就在金泽车站里面 在我背后就是新干县的路口了 多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在新干县这边 其实人潮还是非常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东京的雨田机场 在1月2号发生空难之后 其实有不少航班是被取消的 其中就包括飞到石川县这边 小松机场的航班 事实上几乎都是取消的 这也造成了不少人的 在交通上面是受阻的状况 所以有很多人是延长了新年的假期 并且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 再搭乘新干县回到东京去上班 而事实上发生在今年元旦1月1号 日本时间下午4点10分的这一场 规模达到7.6的地震到目前为止 已经造成了78个人死亡 而且有51个人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其中还有一位 一次是被海啸给卷走的不失踪者 而事实上这个死伤的人数 在日本来讲 以地震来说 其实已经是仅次于311东日本大地震 以及发生在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是日本在地震史上 应该是第三高的一个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 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是 到今天下午台北时间 今天下午的3点10分 就会是整个黄金救援72个小时到的一个时间 换句话说 在过了这个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之后 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将会越来越渺茫 而这也代表着 其实从今天下午过后 整个在石川县这边的救灾任务 可能也开始要去想 可能也要开始寻找 这个下落不明的人里面 很多可能都已经过世了 而这也会让整个石川县地震 这一次能登半岛地震的死伤人数 可能会超过百人 而这也是我们在金泽这边 为大家掌握的最新消息 但您先来关注国际的最新消息 根据日本福岛县跟山形县 当地的电视台报道 多座的政府机关是接获了威胁的传真 内容宣称在公共场所安置的炸弹 还说要在下午到晚上之间引爆 当地的政府已经展开了清查不敢大意 不过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的爆裂物 好 同样也是最新消息 有鬼故事 大师的作家的司马中原 金船离世 相亲瘦90岁 他的儿子吴荣浩在稍早证实 前几天司马中原摔倒之后 紧急的送医却引发了急性肺炎 前几天心跳停止 在今天上午是过世了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讯息 好 接着来看 新北戈警案 学生父母是发出了沉痛的公开信 说坚决的反对废除死刑 这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也再度喊话 要对手赖清德清楚的表态 到底知不支持死刑 因为他说在蔡政府任内只执行了两届 马政府时期执行了三十三件 洪友宜早到北农和摊商打招呼拜早年 台北市长蒋湾也起大早陪整路 北农董事长杨振武 吴芳明总经理也签字迎接 很希望侯友宜总统到中央为我们争取更多的经费 选战胜不到两周进入近身肉搏战 绿营再打房产左勾拳 蓝营再攻废死职权 太多人说要把棒子交给他 是不是也把会死刑的指章 也交给你来执行 新北国庄生哥警案少年父母沉痛发出公开信 恳请政府进行少事法修法 也坚决反对废死认为只有言行 才能真正遏止遗憾再度发生 不只国庄生事件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欣颖也公开自己姐姐惨痛过去 说他19岁那年被追求不成的男同学 狠刺39刀弃尸杀害 只要听到有人倡议废死 心里的痛就会再爆发开来 不执行死刑的方式 来期待修法的会是 我们政府曾几何时 竟然这样保护加害者 杀害王欣颖姐姐的凶手 两年后就被判死刑两周内枪决 侯正寅在摊开数据怒轰 把政府执行了33名死刑犯 蔡政府只有两人还敢说 台湾没有废死刑 要赖清德快对重大议题表态 猴团队积极把选战主轴拉回来 避免掉入对手设下的房产漩涡 所以说你们会穿二语 新北什么道 好 刚刚侯友一样 赖清德表态支不支持Face 赖清德今天到桃园浮选 对这件事情没有回应 过赖清德跟总统蔡英文 两人合拍的宣传影片 在路上就遭到质疑 是否抄袭金碎奖的得奖作品 但赖清德近半是澄清 没有抄袭问题 一出场先清喉咙 选战最后关头赖清德也感冒了 不过乡亲送上温暖 看到赖清德好激动 还有抱着孙子的顶着寒风也要来 赖清德到桃园浮选 这个选区立委郑运棚拼连任 面临危机 只是现在新北戈警案 被害国中生爸妈 公开信四点反对Face 侯友一也喊赖清德要表态 倒是喊蔡总统推出的 在路上芯片引起讨论 网络苦手怎么丢包总统啊 赖清德谈得轻松但影片被质疑 抄袭金嘴奖 在道路上拍的影片 电影广告等等 其实已经很多支了 那以政治人物来说 或者是以选举广告来说 这绝对是首创 所以应该是没有抄袭这个问题 导演发声明 采取公路电影表现手法 来自竞选主轴走对的路 也来自众所周知 蔡总统热爱开车过往 只能说影片确实讨论度超高 TV变成无愧人一次回桃园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天Focus世界新闻 我是谭一伦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